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理性特征的体验才是真正的东西 那无理性就是没有计划性 没有理性的特征的体验才是真正的东西 迪卡尔说我是故我在 那么被那个科尔凯库改成我在故我是 这两句话有区别吗 我思考的时候我才存在 我在的时候我才去思考 那么这样一来就把主观的无理性的情绪体验 当作哲学的出发点 因此也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那么存在主义的哲学 从科尔凯库那里就已经涉及到人的内心事件 但是存在主义的哲学 到了存在主义美学那里 又发生了重大转变 那么存在主义的美学 从表面上看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延伸 但实际上是一种转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所有的那种存在主义哲学家都非常喜欢文学和艺术 你比如说海德格尔就非常喜欢诗歌 沙特非常喜欢文学 还喜欢戏剧 他自己还写剧本 所以让我们感到这些大哲学家 从哲学转向研究 从研究哲学转到了研究 诗歌和美学绝非偶然 他们在艺术文学世界中找到了哲学研究的对象 艺术世界是什么 是一个直觉的世界 他不像物理世界那般 是直觉的世界 他也不像感觉那样 是感觉经验的世界 那么艺术世界变成研究对象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只有在艺术和直觉的世界里 才能找到人的根本性的需要 这也是历史发展到现代的一种转向 我们知道人类的发展 或者知道人类文明的丰富性 本质上是做加法的 不是做减法的 这一点我在讲罗马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那么也就是说 当人的物质生活都不能满足的时候 人是不会那么去考虑人的新兴世界的 人是不会去考虑那么多的艺术和知觉的 但是到了现代呢 到了现代的时候 物质已经满足了 社会状况也已经很安全了 那么人的生命性也得到保障了 假如现在每年都是 黑死病 每年都是文语 那人的生命处境是得不到安全的 或者社会制度相当稳烂 每天都出现那个社会问题 那也是不能安全的 或者物质世界非常频繁 每天不是金融海啸 就是什么地震 那你也不行 但是在这些问题到了现代社会 基本都要以解决 比较稳固以后 那么什么东西被突出来了 一个就是文化的处境 一个就是情感的处境 所以只要到了现代 才会把艺术和直觉提到如此之高度 也就是把那个第二世界单独提了出来 不仅把它看作是那个知识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分 同时也是变成了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 那么这样一些爱好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哲学家 他就把艺术当作了哲学研究的对象 海德哥在1889年 他是生于德国的巴顿的一个地方 早年是在那个弗莱波上的中学 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 他在弗莱波大学攻度神学和哲学 他在1913年的时候获得了哲学博士 也很年轻 191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 1989年 1913年是几岁 191889年出生 1913年是几岁 20几岁 24岁博士学位 1916年获得了弗莱波大学当讲师的资格 那么他和同在弗莱波大学的哲学教授 弗莎尔首次见面 到了1919年了 他担任那个弗莎尔研究班的助教 而后呢 又与弗莎尔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那么直到30年代 到了从1922年起呢 他在马堡大学 哲学系担任副教授 1927年呢 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 叫做《存在与时间》 他把这部作品呢 献给了弗莎尔 1928年他又回到了弗莱波大学 期任退休的弗莎尔教授呢 成为哲学教授 可以说呢 那个海德哥呢 是弗莎尔的学生 也是朋友 那么在纳粹时期呢 那个海德哥呢 还当了弗莱波大学的校长 在任期间做过很多讲演 但是他的幻想 他的幻想呢 很快幻灭 那么他那个校长 只当了十个月就辞职了 因为他对纳粹也是有看法的 所以当过十个月的校长 他就不干了 奥战以后呢 由于他曾经在纳粹的时候 当过校长 他被勒令停止受扣 接受检查 但是到了1951年呢 又把他的教授 一直又恢复了 所以从1945年到1951年呢 那个海德哥呢 是不能上课的 那么到了1951年以后就上课 那么到了1957年 他就退休 他在一个黑森地区呢 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 这么细的来介绍一下 海德哥的生平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他是学哲学 学神学出身的 我们知道他是学神学出身的 第二呢 我们要说一下 他和吴时尔的有亲密关系 第三呢 作为一个世界文明的哲学家 这个人呢 一度和纳粹时期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呢 我们要说 这个人呢 在后半生过的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 所以呢 他的生平 对我们了解他的思想 是有直接帮助的 那个海德哥所关注的重点呢 是在在这个概念上 存在的在 在就是道场的意思 我们说你以人道要心道 要在场的意思 道场的意思 在者就是道场的人的观念 我们要做一个在者 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 就是研究在者的意义 在就是存在的在 在就是一个人的责 劳动者的责 就是研究在者的意义 他对艺术的反思 显然也被纳入到这个意义当中 海德哥认为 艺术的本质就是在者的真理 被支入于作品之中 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把在者的真理 把它支入于作品之中 我们刚才讲到 在科尔凯格尔那里 那个在已经被放到思考里面了 所谓作品 就是存在的人 把自己的意识 置于作品之中 那么现在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呢 海德哥就说 艺术的本质就是在者的真理 那么什么叫做在者的真理呢 就是内心所认同的标准 用那个标准去创造 然后他的作品呢 就反映了那个人的尊实的存在 所以作品的个性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作品绝不是 仅仅是一幅画 一幅小说 而是作者的内心事件 也就是说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艺术就说明了在者的在的意义 我们有很多人研究艺术 他从来没有进入过艺术 有这种感觉吗 有很多人研究历史 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研究历史 那么你如果艺术完全是 你内心事件的表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在了 也就是说 艺术就说明了在者在的意义 艺术活动就实现了人的生存 而美只不过是存在发生 发展的方式之一 每一个人作画都是在画自己的生存方式 内心的图像 对世界的看法 而不是追求美 我们过去有个说 美学是什么 就是把美为自己的追逐对象 追求对象 那么现在海德哥就说 每个人作画的时候 不过是画他自己的生存方式 画他内心的图像 画他对世界的看法 而不是追求美 从这一点上来说 海德哥的思想就有超美学的嫌疑 假如你把美学理解为 追求美的话 这样呢 他就与早期浪漫的唯美主义 划清了界限 因为唯美主义的追求 就是追求绝对的美 这种绝对美甚至是理想性的 是一种甚至不存在于世间的美 完全脱离了人的内心世界的美 而产生的浪漫的想象的 各种美的要素集成的东西 这种东西说穿了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因牺牲 是不是 大因牺牲也可以说是唯美主义的极端表现 那么现在海德哥 他要还美学一个最朴素的基础 也就是说作品不是反映美的 而是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的 反映作者的生活方式的 这就是海德哥的思想 明白吗 这里面还明白 对吧 他的思想是一种超美学的思想 那么他就要对美进行重新解释了 那么美是什么呢 按照他的说法 美是存在真理的发生方式之一 主要的艺术活动是实现人的存在 而美只不过是存在真理的发生方式之一 这里面有一些特点 就是把艺术和美 放到了存在的本质中去加以考察 艺术也好 美学也好 只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反应 但是这种存在不是人的外在的存在 而是人的内心的存在 内心的存在也不是人的所有的存在 而是人内心想要表 发表出来的真理性的反应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作品和真理就建立了联系 也就是作品不是仅仅和美建立联系 而是作品和真理建立联系 作品不是随便发表 都反映出内心一切的 作品反映的是通过内心体验 的那种真理性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海德哥的一套思想 也是自成体系的 另外一个德国人 那个人叫做鸭斯贝尔斯 鸭斯贝尔斯生于1883年 生于1969年 他也是德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 他比海德哥更早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学说 海德哥刚才说没有称自己是存在主义者 他只是研究在 研究在场 而那个亚斯贝尔斯 他主要是研究精神病态的 所以他继承了弗洛伊的一些东西 亚斯贝尔斯早期研究精神病学的时候呢 就写过一部书叫做斯特林堡和樊高 他是在1922年写的 还写了三卷本的哲学 1932年 后期的著名的著作就是论真理 还研究过达芬奇 我们刚才不是说 他把弗洛伊的研究的东西都重复研究一遍 在他看来呢 艺术活动的本身就是生存的活动 艺术家是被充满 是从充满被挫败的境况中 领悟到存在的界限的人 这句话很奇怪 艺术家是什么呢 就是从充满被挫败的境况中 领悟到存在的界限的人 所以艺术活动是生存活动 但是又不等同于生存活动 而是一种生存的超越 人怎么能够做到生存的超越呢 就是不断地遭受挑战和失败 从而领悟到存在的界限 这其实对人是个致命的问题 一个人对自己到底有多少自由 有多少束缚是从来不知道的 除非他对此进行思考 一个人不思考 他是不知道知道身上有多少种束缚 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自由 除非他进行思考 只有经过思考 才能明白自己的灵界状态是什么 在挫败之后才领悟到存在的界限 只有领悟到存在的界限 才有可能超越 才有可能去思考自由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是跨不过那种局限的 因此就会产生出一种悲剧意识 或者叫受挫意识 所以亚斯贝尔斯的哲学 说到最后还是一种人的社会化中 人在社会化中受挫 转向内心的孤独封闭郁闷 最后导致悲剧 他有几个观点 一个把精神分裂看作是时代的基本事实 人的生存就是分裂的 精神分裂是比难的 人内心的理想需求和外在的受挫 会导致人的精神失常 用古代的语言来说就是 淋浴露的分裂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 内心世界和外在存在之间的分裂 但是他进而认为既然人的生存是分裂的 那么真理也是分裂的 艺术家是精神分裂的转化者 而悲剧的基础也在于分裂与冲突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美学理论 但是他认为悲剧和艺术的冲突 正好和现实之间构成一种对立 那么人的艺术生存和人的现实生存 生活也就正好构成一种对立 既然人即使生活在艺术生存和现实生存之中的 那么分裂悲剧受挫就是必然的 真理也是分裂的 有外部的内部的调和是不能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诸位搞艺术大概有这种体验 就是好像内心追求的那个艺术世界 和外部的那个日常的生活的世界 有可能经常常常常常矛盾和对立 那么再来谈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沙特 这是法国人 沙特是公开称自己为存在主义的 他写过一篇论文 对人道主义进行界定 他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 人不是为本质活的 人是为人活的 人不是为了本质去活的 人是为人活的 人不等于本质 而是先于本质的 哪个先 本质先还是人为先 人为先 这就要突出人的自由本性 如果认为本质先于人 要人去服从本质 而本质可能只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我们说 人的定位只不过是能创造财富的工具 那么人的本质就是工具 或者说人是有创造物的动物 那么人的本质就是动物 但是沙特认为 人是超越一切名词概念 界定的本质的 人首先就是人 没那么多的本质 人首先就是人 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假如突出了人存在的本性的话 而且判断这种人是先于本质的 那么就不仅仅是突出了人的本性 而且还突出了人的本性是自由的 这样一种看法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 而不是被束缚的这样一种观念 后来就被称为叫人道主义 假如认为人是服从本质的 人是不自由的 甚至是带有奴性的 那么就不能叫人道主义 所以存在主义 从沙特那里 从这种意义来看 也就可以说成存在主义 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沙特的第二个想法 就是他对存在进行了区分 一种叫做自在的存在 一种叫做自卫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指的是客观存在 客观的世界 自卫的存在是人的主观意识世界 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活在客观世界 也活在主观意识中 那种自在的存在 只有依赖于自卫的存在 才能得以说明 才能成为真正的有意义的存在 否则就是荒谬 无意义的存在 这样沙特就突出了 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客观世界假如是客观的 那么对人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对一个人主观意识 进行服务的时候 才具有意义 让人为了客观世界去凑合 那就会显出一种荒谬 反过来一切都成为真理 也就是说对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 进行确定的划分 哪个更为重要 那么强调人的主观意识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沙特还写过很多戏剧 很有名的就是 他写过《肮脏的手》这样的剧本 此外他还是个政治活动家 还有一个法国人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人叫梅罗庞蒂 那么他写过一本书 应该看一看 叫做知觉现象学 讲身体的 特别强调身体的作用 梅罗庞蒂 他认为人的身体 既有知觉的活动 又是意识的活动 我想对舞蹈家来说 应该更是这样 既是什么 身体的活动 又是意识的活动 因此精神与肉体是同一的 那么梅罗庞蒂的思想 对于舞蹈学当然特别重要了 因为舞蹈既是身体的语言 那么我们暂时不多论述他的思想 以后专门花些时间谈到他的理论 他的理论中就涉及到内在的知觉 也就是身体活动与意识 活动统一性的问题 主观意识和外部构造的世界关系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